加拿大卫生部已经发现 将近300家公司对关于新冠病毒相关的产品 做出了虚假的广告或者非法售迷 但至今为止还未对任何一家公司进行起诉 CTV报道 加拿大卫生部门数据中 有292家公司的产品涉及宣传能缓解预防治疗 诊断或者治愈新冠病毒的虚假或者误导性的广告 其中包括口罩、防护罩和手套 声称的是洗手液和消毒剂产品 紫外线灯 以及声称对新冠病毒具有治疗作用的 所谓天然保健产品 包括药用蘑菇、维生素、免疫促进剂和精油等 甚至还有一个防尘防霧的帽 声称它可以有效阻拒携带冠状病毒的退役 这些产品如果不是在公司网站上销售 就是在社交媒体或者其他公开交易的版面上发售 加拿大卫生部对于个人防护装备PPE 都有详细的规定 对于这些违法公司 卫生部门说 不建议对任何接受调查的公司提出诉讼 卫生部门发言人加格隆在电子邮件中说 加拿大卫生部的主要目标 是使用恰当的干预 预防来管理加拿大人面临的风险 经过调查 被标记为不合格的公司 应该采取适当的行动 以解决任何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情况 至今为止在卫生部门发出管制讯之后 已经成功实现了自愿守则 承认违规行为 并指示立即修改或者生除违规广告材料 在发现糾错措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 该事件在网站上被识别为已解决 加格隆表示 卫生部可以采取更多的执法行动 包括现场检查、回收或者产品扣硬等 也都可以将案件转给加拿大公共检控处 但他说 目前没有任何的案件提交给PPSC 他建议消费者研究要购买的公司 并确保他们拥有医疗器械的营业执照 辞至到10月1日 安省已经收到28,000起 有关新冠病毒产品价格稀宅的投诉 其中超过9,600起涉及PPE 当局已经完成对全部投诉的三分之一的审查 约900项投诉已经提交给执法部门 安省消费厅表示 是否提出指控取决于警察